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会中 我是本次议题的分享人 薛伟明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Apaq Event Mesh 事件驱动分布式多运行时 希望通过我本次的分享 大家能了解到Event Mesh它能做什么 以及它的相关特性 然后可以在后续探索更广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首先我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现就职于微众银行 然后主要从事消息中间间 以及服务治理的相关开发工作 然后近几年有投入到一些开源的相关工作中 然后早期也参与了相关消息中间间的一个开源项目的贡献 目前主要是负责复化Apaq Event Mesh这一开源项目 然后同时也是Apaq Event Mesh 以及Incubating的PPMC 下面是我本次分享议题的一个目录 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几个内容 首先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Event Mesh社区的一个成立和发展 然后呢通过事件就于原生生态下的这种事件驱动架构模型呢 了解到Event Mesh是什么 以及它能做什么 然后通过事件驱动这样的模型的角度来理解Event Mesh 然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下Event Mesh的一个架构和特性 然后以及它会应用的一些场景 最后呢是和大家介绍一下社区后续的一些发展以及规划 首先呢是跟大家做一下Event Mesh社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Event Mesh项目呢是由微众银行于2021年2月 开源到了这个Apaq 11孵化器中进行孵化的一个项目 那随着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然后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然后社区参与的贡献的人数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多 然后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布了差不多有四个大的版本 然后其中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相关特性 然后也是都在这些版本中 然后PPT的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来自于OSS Insight的一个数据统计 这个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有很多的那个大厂的开发者 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关注还有贡献 像字节腾讯然后京东百度还有红帽和阿里巴巴等等 然后呢如果后面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贡献 贡献 那什么是event mesh 我们这边呢就是对他的一个描述呢是是一个用于节偶应用 还有后端中间间层的这个动态原原生事件驱动架构的这个基础设施 那通过event mesh呢可以支持广泛的一个用力 包括对接复杂的这种混合云 还有使用不同技术架构的这种分布式架构 那从上面的这段描述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 一个是JEL还有一个是事件驱动 那这两个关键词分别代表了event mesh的特性和架构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张图 那下面的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event mesh它所处在的一个位置 它所处的位置其实是介于上层应用 和底层这种基础服务设施之间的个中间层 它的地位呢 其实是与service mesh是处于平级的地位 那相比于event mesh呢 大家肯定对service mesh呢 了解的更多 那service mesh呢 它支持的这种是点对点的调用 比如说这种RPC类型的这种服务 然后这样呢 它其实服务服务之间的偶活度呢 相对来讲可能会高一些 那event mesh呢 其实它更多的是支持的这种事件驱动 这种服务那这类服务的特点啊 就是是松偶 而且是异补 然后后面呢 我也会简单的在这块做一定的一个举例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event mesh呢 我下面会介绍一下这个event mesh的一个事件驱动架构的这个模型 那从事件驱动这个角度呢 我去分享一下 那从这张图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event mesh的事件驱动架构 是通过底下的这个cloud events 作为一个事件的纽带 那它可以将不同的系统进行 捷偶这样的一个异步的架构设计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呢 扩展出就构建和扩展这种高伸缩性的一个应用 那这里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应用 像分布式应用 云原生的应用和服务 然后IoT设备 还有数据流逝计算的这种应用 然后还有云合作伙伴 还有这些云云厂商等等 那这些呢 其实都可以通过event mesh实现捷偶 然后进行通讯 那event mesh内部呢 有支持orchestrator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这种触发器 以及相应的这种处理的函数 它可以将事件呢 路由到像上面的这些 无服务计算啊监控通知啊 还有这种数据分析啊 等这样的服务中 那这一过程呢 其实都是异步的将这些事件 投递给上面的服务 那我们这里呢 在就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呢 我们再举一个就是event mesh中的一个webhawk的这个特性 那像平时我们使用的这种类似于通知类型的这种服务 像graphina啊 这种指标告警这种通知的 然后还有github啊 event啊等等 这种这种 那这种服务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呃 他们其实呢 都是可以支持配置webhawk 那这个webhawk 其实它就类似于这种旁路的这种消息通知 那他们呢 其实只是负责产生事件 真正使用事件的 其实是event mesh右侧的这边的这个target服务 那这边的target服务呢 其实他们是通过event mesh 然后投递给了target服务的这个事件 那对于这个事件的生产者的话 其实他并不关注是谁使用事件 那因此呢 就是通过event mesh 我们呢 可以配合event mesh内部的这个event routing 还有transformation 以及filtering这样的能力呢 我们可以针对他投递的这个特定的事件呢 制定一些规则 然后在这些事件的流展过程中呢 可以完成规则的匹配 增强 还有这种事件的这种一个转化等等 然后最终呢 投递给这个目标服务 想要这个事件的一个目标服 下面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event mesh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架构设计 刚刚上面呢 其实有说到就是event mesh的一个定位 那event mesh的它的一个定位呢 是像它是介于应用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中间层 那应用呢 可以借由event mesh呢 实现这种对基础设施强绑定的一个结构 那应用测呢 可以通过event mesh提供的这个SDK 或者是采用这种http方式 然后实现和event mesh的一个交互 然后呢 通过event mesh呢 可以对接到下面这些不同的基础设施 包括微服务RPC框架 然后MQ消息对列 redis分布式缓存 还有这种narcast的这种发现和配置物等等 这样呢 其实就是等于是说 应用呢 通过event mesh 来把这个跟外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一个交互呢 都给通过event mesh给委托出去了 那他们呢 就是应用测呢 其实就可以充分的专注于它自身的一个业务逻辑中 那看完了右边这一侧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event mesh呢 其实本身它提供的这种轻量的客户端 还有标准化的接口和协议 然后呢 左边这边呢 是event mesh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架构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边的这个API部分呢 我们是event mesh呢 它提供了这种多语言的一个客户端 像java呀 go c heasant l nodejs 等等 这种不同的不同语言的这种客户端 然后呢 可以方便呢 大家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呢 便于接入到event mesh 然后中间这部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运行时 那在运行时呢 主要其实是依托于我们这种插件化的一个架构设计 我们可以分别提供了这种协议的插件 然后可观测性 还有处理器 然后以及编排等等这样不同的一个插件 还有这种事件存储的插件 那你像协议这一部分呢 我们首先呢提供了这种多协议的一个接入的支持 像包括tcp http 然后jrpc等等 然后呢 后续呢也会有mqtt协议 而这些这些不同的协议呢最终都会适配成这种cloud events的一个事件标准形 然后对于这个客观测性这里 我们是支持了这种tracing还有matrix 然后tracing这块呢 是我们是遵从的这个opentelemetry的这个协议 然后并且支持到支持了可以对接到那个jpin插件 然后matrix的指标采集呢 是可以支持到对接到这个普罗米修斯这个插件 后边就是这个服务注册和发现的部分 目前有提供这种就是narcas 然后组keeper 还有console以及etcd等 不同的这种注册中心的一个服务发现的能力 然后同时呢我们processor这块 processor这里呢我们是配合了这种filter chain 然后支持说就是在你事件进入到处理器中处理的时候 支持不同的filter处理 然后配合这种filter chain呢可以对事件完成实现这种过滤器的一个功能 orchestrator部分呢是这边是提供了这种工作流的一个编排 然后以及自动化路由还有就是bridge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bridge呢后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通过这种工作流的编排 我们可以对接到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引擎 然后目前都是根据这种订阅信息 然后去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发现和服务发现合作 然后后面呢可能也会配合filter的话 可以支持这种对路由规则的相关的一个filter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bridge这边呢其实是可以实现event mesh和event mesh之间一个跨地群的一个通信的一个 那下面这一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层 存储层呢我们定义了不同的这种connector插件 然后像rockmq然后kafuka redis plaza 然后还有这种官型数据库mysuckle 以及非官型数据库mongo等等 那这些呢我们是提供了不同的这种connector插件 然后可以将事件对接到不同的存储 那基于以上的这些点可以看到 event mesh呢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这个plub sub 事件驱动的plub sub加的一个这个能力 下面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event mesh的相关特性 以及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首先就是讲一下event mesh的一个插件化设计 event mesh内部的这个插件化设计呢 是采用了这种SPI的一个方式 那它其实大家可能对SPI应该都比较熟悉 就是调用方呢采用了这种标准服务接口的一个调用 然后本地服务呢是发现 然后加载啊对应的一个服务提供方的一个实现 那这些接口的实现类呢就是我们统称的这种不同的一个插件 那当然我们也是把这种插件呢做了不同类别的一个区分 那它其实总的设计思想就是遵从这种开辟的原则 然后呃然后 就是呃采用了这样面向标准化接口编程 还有呃策略模式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就可以呃实现呢将运行时和插件的一个接偶 然后同时呢呃也便于扩展我们的一个插件 那后续贡献者呃去做自己的那些呃 插件的一个个性化的时候呢 也便于它的一个开发 然后最终呢就是在运行态可以动态的加载这样的一个插件 呃下面呢是我们我要分享的一个特性是datamash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一个bridge 而这里呢其实datamash呢我想强调的是eventmash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这边呢其实eventmash本身它提供了刚才我说的一个connector插件 那connector插件呢它其实是通过source端 然后一直到sync端 那通过connector插件呢会事件就是由source流转给eventmash再流转到sync 那这样呢就是打破了这样一个数据孤导的一个情况 可以方便数据呢以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流转在不同的组件组 那左边的这一侧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source呢它其实是具有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员 那api关系型数据库 然后以及那个文件存储文件系统 然后还有就是no circle mq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事件员 那对于这个sync端呢其实他们的类型也是和source端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eventmash是执行支持的不同的这一样类型的一个connector eventmash本身呢其实也是有一个事件尊处 这个只是这是为了保证说我这个事件是能支持到说一个保证送杂的一个能力的 基于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我们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eventmash呢可以支持 比如说我这边是多云协同 就是这边是一个公共云环境 然后这边是一个私有云环境 那就是可以支持这种多云协同啊 然后企业甚至企业的一个数据交换呀 还有就是设备到设备之间的这样的 一个数据共享 因为这个eventmash呢基于datamash就可以实现这种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可以支持跨集群 跨网的环境 跨主件这样的一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能力 那这里我们eventmash现在目前默认使用的一个事件存储是这个rockmq 然后当然我们这个部分用的这个事件存储呢也是可插把的 那基于这个 data mesh这个这个 特性 那我们其实可以有几个场景 这边我就不不展开说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复制 就像你的一个生产环境 比如说左侧是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的这个网络的流量 然后 由eventmash同步给这边测试环境 或者说准生产环境的这种流量 重复过去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种跨网络区域的一个流量复制 那甚至是说我本身 左侧的这边事件存储是不同的 然后右侧跟左侧的事件存储是不同的 那我甚至也可以完成跨事件存储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那比如说这边是rockmq 或者这边是卡夫卡 就是可以通过eventmash实现 下面是eventmash的一个工作流的介绍 那这里呢我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订单管理系统 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系统呢 左边是系统的一个流程 那系统的流程中呢 可以分为订单处理 还有就是付款 付款处理 还有就是最终的一个这个发货的一个物流处理 那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事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 事件驱动的角度架构 来构建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系统分为这种不同的这种微服务 这样的微服务呢 就是比如说order service 这个就是订单处理 然后这个是支付处理 还有这个是发货 那这样不同的微服务呢 我们为了提高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工作负载的一个能力 那可以利用消息传递系统来缓充负载 那并扩展这样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实力 让他们都是这种集训化的 那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每个微服务呢 都有自己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通道 那他们收到对应的事件之后呢 可以进行各自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那Invent Mesh呢 这里中间的Invent Mesh 它其实在这里是起到了一个事件编排方面的一个 这个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对于我们这边工作流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描述呢 我们遵从的是这个serverless workflow的这套规范 然后同时I think API这边呢 会定义我们的这个右侧这边的一个服务节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是对这些服务节点的一个描述 包括他的channels 然后还有他的相关的一个URL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地址 然后以及他的Inbound和Outbound对应的这个 都URL这些都是什么 还有他的这个操作的一个ID是什么 下面呢 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工作流引擎 他的一个架构上的一个设计 那这里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的地方呢 是包含了三个部分 那分别是这个Invent Mesh CatLog 还有这个Invent Mesh workflow engine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运行时Runtime 那我们左边呢 其实他是通过I think API呢 以注册的方式呢 将我们在工作流中 需要配的一些节点服务 通过I think API来注册这给这个 Catalog 这种这个服务中 然后解析器呢 解析器呢 可以将这些服务呢 解析成 比如说我的这个publisher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subscriber 这样不同的一个模块 然后包括他的对应的一个channel 那下面的这个工作流引擎呢 他其实主要是负责就是说我对于你这个工作流 我的这个workflow的这个DSL 我是要怎么定义 那你在DSL中呢 你必然要就是要定义不同的一个服务节点 那这些呢 服务节点的信息呢 其实就是要和catalog做一个交互 然后进而呢 能知道说我这个service他的这个outbound inbound对应的是什么 然后他这个呢 就是也要复合他的这个serverless workflow的这个规范 那这里呢 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工作流的一个解析呢 包含了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就是工作流的一个解析的这个模块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状态管理 那这里呢 还有他的一个生命周期啊 管理的一个能力 然后还有就是啊 动作啊 函数 还有一些事件 这样的一个模块 还有就是从事模块等等 那整个呢 这个工作流引擎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是符合这种serverless workflow的一个规范的 那工作流引擎呢 和run time 它之间呢 是采用这种close events 这样的一个publish 和subscribe 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 进行一个交互 那run time呢 会将这样的一个publish subscribe 事件 最终给投递给这样的一个应用上 以上呢 就是我本次议题 所要跟大家分享的 Event Mesh 事件驱动架构运行时的这样一个 项目吧 然后通过我以上的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 Event Mesh呢 可以轻松构建 送偶和分布是事件驱动的 这样一个架构的一个服务 然后同时呢 Event Mesh是具有这种开放和兼容的一个特点 原生就支持close events sdk 还有这样的api 这样的一个事件 开源的一个事件标准协议 然后同时 也易于破展我们自己的一个插件 那最最后呢 就是说 借助于这种Data Mesh 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我们可以打破数据孤岛 然后支持企业 实现这种全连接数字化 还有多人协同等等 这样的一个能力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社区 未来的一个规划和发展 未来呢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在Data Mesh 就是这一侧可以 连接到不同的这样的服务 存储 然后包括以及函数啊 事件函数啊等等 然后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 就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然后打破这种数据孤岛 然后呢 还有就是事件函数这样的一个支持 然后可以通过事件函数呢 我们可以 啊有这种 实时计算 和实时的这样事件事件存储 事件处理这样的一个 那open telemetry呢 这块呢是说我们后续呢 可能场景更加丰富之后呢 这个整个的服务调用链路也会更加的 呃繁杂 我们希望就是说 呃 在这一部分呢 有一定的一个优化 然后包括他的指标啊 还有这就是一个健康性的指标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调用链的一个追踪 这样就是可以更加提升我们的一个观测性 然后是呃 open schemer 部分呢 这边呢 其实是主要是对我这个 通信的之间这个协议呢 做一个规范 包括他的这个 序列化 序列化等等 还有这种 呃 版本的前后兼人们的问题 然后像阿弗罗 Jayson ProBuffer 这种不同的这种的 呃 这个 schemer的一个解析 方 解析的这个能力呢 都希望能支持 那 ok 随身的这边是一个编排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 啊 路由能力啊 以及可以后面 啊 完成事件的一个溯源 然后甚至在这种分布式一致性的 这种样的场景下呢 我们可以 啊 支持 比如说事件的相关的一些补偿 补偿的一个动作 的 然后呢 啊 下面就是我们也会提供更多 语言的这个 这个 sdk 啊 像node.js python c 等等 啊 然后这样呢 也会便于大家更方便的接入到 NuitaMesh 然后还有更多的协议 而目前呢 grpc协议呢 啊 已经有实现 然后是 也是 华为云 啊 这个大厂 然后参与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贡献 做的 然后 mqtt呢 这块呢 这块呢 后面也是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支持 然后对接到更多的这种事件存储的一个适配 像卡夫卡 Redis Pasa 还有MySQL MangoDB 等等 这些不同的事件存储 我们可以 丰富 就是通过对接这样不同的事件的存储 可以丰富 我们这个 EventMesh 这样的一个开源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然后呢 同时也方便的大家可以探索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 以上呢 是我本次 议题的一个全部分享 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EventMesh的一个项目地址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流群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或者想或许参与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 本次呢 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和这里 我们待会来我们下转的一个词 我们下转的一个访问 感谢观看